拿起手机开心的在爱河旁自拍 来自东协菲律宾 越南 泰国等五国的彩线团 特地来台寻找观光商机 看着南台湾自从韩国瑜当选后 人潮进来了 有无线商机 东协五国旅游业者特地来台观光 这次旅游的路线先是到台中花博 再到高雄佛光山 行进龙虎塔爱河最后到战儿库 高雄我来几次了 东协五国一百零四年至今 来台旅客已经累计二十二万五千七百零二人 每年都有明显的成长 从一百零四年的八百五十三人 一百零五年的两万四千多人 今年到十月底已经累计九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人 观光人口成长百分之十到二十 带来高达四十亿的产值 应该在春节过后的三月 以现在的一个他们了解的南东台湾之后 他应该这个部分的成长 他会有十八到十五趴的明显的单纯南东台湾 那当然以既有的台湾西线 他们固定在推的台北台中的这种五天的行程 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幅度的大概五到十趴的成长 随着韩国瑜上任 高雄观光总算迎来曙光 东协五国旅游业者也来采线 从宗教观光到文创景点一同跟着韩流抢商机 记者王家庆黄玉涵高雄报导